新疆喀纳斯湖巨型水怪重现江湖 专家捕捉两个多月 这次终于抓到了 由于游客们频频拍到喀纳斯湖中的黑影 乘坐的游船也体验不佳 人们下意识又联想到了 前些年船的沸沸扬扬的水怪一说 当年喀纳斯湖水怪不仅在国内人尽皆知 就连国外的专家都曾前来波斯考察 很多人不知道喀纳斯湖在哪 但却知道喀纳斯湖中有吃人的凶手 曾有人亲眼目睹 由野生骏马去喀纳斯湖湖边饮水 但却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入了水中 场面与鳄鱼潜伏沼泽捕食脚马 如出一辙但很明显 新疆喀纳斯湖发生的意外场景 力道仿佛要更大 现场溅起了巨大的水花 搅动的整个河面都毕波荡漾 囚禁有力的野马被拖入水中之后 整个马群瞬间炸锅 坐鸟受散四处溃逃 短短几分钟内 喀纳斯湖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自此以后喀纳斯湖名声大噪 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靠着湖泊就肯定要打鱼 在喀纳斯湖附近 之前住着不少的渔民 那个时候 喀纳斯湖还不是我国的5A级风景区 大量的渔民在喀纳斯湖捕鱼 却遇上了诸多离奇怪事 渔民们撒下的大网 隔三差五就会出现破洞 水下的大祸力大无穷 甚至会将整个渔船都拖动的左右摇曳 而这一次数十名专家齐聚喀纳斯湖 愣是将水怪抓到了手